好 比赛开始这边的辽宁队是拿到了第一波球权 尽心爆棚 主动进攻的欲望很足 座位直接跳楼了 中距离越来越稳 在集中的录像回碳的录像集锦中心 是因为人家挣了不少钱 郭艾伦接球就投 漂亮 这个三分球头子很硬 对方防守其实已经到位了 满球又行 高位的扭角 郭艾伦顺面三分球直接上了 一下大松心深喘一口气 但是你别忘了辽宁队这阵容 等于是一国家阵阵容 对 反正我们看就是哈德森不再打成团结 这个三分球进了之后 我们上海后面的三节双远 好球 郭艾伦又是开空上来 上海队暂停回来之后 第一次进攻出现失误 这个太不应该了 拉开比分 对 现在局面不错 郭艾伦中度突破 好球 跑投 撑了至少说两节半的时间 对 但是确实体能消耗太大 再一个针对这个八四的一个点 我航不住 郭艾伦 再中三分 郭艾伦那两个三分直接打出上海 就两次暂停了 那咱们这个暂停的还是一块来看一下 到目前为止我们选出来的最佳球员 八四嘛 大队呢在过去的三分四十秒里是打了一个9比2 大队呢在三分线外是没有攻击能力的 郭艾伦 强托这球犯规了 其实他起步以后 张照 好最后两秒钟不打了 那这样的选招比赛结束 最终较劲队是98比79 19分的优势在客场击败了上海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